如果說今天我們穿了一套的衣服 人看見我們的時候他不是注意我們這個人 而是注意說你所穿的這個衣服 他的眼目都盯在你的衣服上面 那這個就不是一個合適的一個搭配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很清楚的話 第三個就講到說穿衣服當於我們的身分相稱 這個譬如說我們在學生的身分裡 跟在一個在職的也許就不太一樣 或者是說年長的跟這個年幼的 那第四點呢 就講到說穿衣服也不當叫自己覺得 這是這我不知道怎麼把它翻譯出來 所以我就直接用尼丟的話 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今天穿了一件衣服 叫我這一個人渾身不自在 就一直注意我的衣服 也許就是怕說 會不會有什麼東西沾到我的衣服 這件衣服非常的名貴或怎麼樣 如果是讓你有諸多的這種感覺的話 那其實最好你就乾脆就不要穿這件衣服 那免得讓你有很多的這些感覺在裡面 那我想這個是你利用給我們的一個極點的原則 那總之從聖經裡頭給我們看見 這個衣服就是不能… 它的原則就是不顯露 是為了遮蓋 那事實上呢 衣服這件事情它也是我們今生的事情 這個在哥林多前書那裡就有人問寶羅問到關於這個死人的復活 那這個我們知道我們這個人有三部分 靈魂體這三部分 那今天神的救恩是從我們的靈開始 在我們得救的時候 我們的靈裡得著重生 那神的生命進到我們的裡面來 那我們今天呢 藉著照會生活我們這個人的魂就得著變化 魂就是我們這個人的 我們的自己嘛 那致重我們的身體 這個聖經告訴我們說 當我們主耶穌祂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也要得著救贖 也就是說神要給我們一個屬靈的身體 就像主祂復活之後 祂來到門徒門當中 門徒都非常的稀奇啊 因為當時候這個門窗都是關著的 那主是怎麼進到他們中間的 然後呢 就給我們看見說 當我們主再來的時候 我們得著要得著一個完全的救恩 那那個時候我們要穿上這個屬靈的身體 那我想那個時候就不需要這種物質的衣服 因為其實在我們得救那一天呢 主就成為我們的遮蓋 那但是我們這一個人 有這個靈魂體這三方面的講究 所以這個救恩它是漸進的 一直到我們的身體改變形狀 讓我們得著這一個完全的救恩 所以今天若是我們神的恩與在地上 我們能夠在衣服這件事情上 你利用通話他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穿衣服這件事情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卻可以藉著這一件小的事情 你可以為主來做見證 謝謝主 好 那我想這就是關於衣服這一面 其實是非常的簡單的惡藥 第二件事情就是講到關於這個食物 當這個神造人之後 祂把人擺在這個伊甸園裡面 當時候神是把這個 祂所預備的伊甸園裡面的菜書跟果樹上所結的果子 賜給人作為食物 所以這個這裡也給我們看見就是說 當人沒有犯罪之前 這個神賜給人的食物就是這一個 就是植物的 就是這個菜書跟這個果子 那這個聖經上很明顯的給我們看見說 這個當人墮落之後就有這個吃昏的這個需要 那這個你利用他第一個就提到關於這個雅伯 我們知道雅伯是這個亞當的兒子 那他是作為一個牧養的人 這個很特別 這個當時候人是就是吃素的 都是吃這個菜素跟這個果子 那事實上是那時候是我想是還沒有開始吃這個昏的 所以這個雅伯他牧養就給我們看見有幾層的含義 第一個我們知道說當時候人 當然不是用這個無花果樹的葉子再來做人的衣服 但還是用這個皮子做衣服 所以雅伯牧養可能有一面的意義來講就是 這個給人做這個衣服能夠穿上 那第二面的意義其實最主要的 他就是講到他要獻祭給神 你知道當這個蓋穎跟雅伯 他們兩個人 蓋穎是一個農夫 那這個雅伯他是一個牧養的 當他們兩位都一起把他們所得上好的 獻給神的時候 這個聲音像告訴我們說神悅納了這個雅伯的祭物 所以這個雅伯他就從他的父親 這個雅當身上看見說 人是有這個救贖的需要的 那這一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當我們人這個墮落之後 我們就需要有一個救贖 需要藉著失去生命 叫我們能夠得著這個生命的維持 那當然你用在一開始就給我們看見說 這個食物本身他就是一個什麼 生命的維持 這個今天一個人他再了不起 他一定受限什麼 他一定要吃喝對不對 那不可能說沒有吃喝 他能夠存活在這一個世界上 所以食物他還是為著叫人能夠得著生命的維持 食物他也賜給人生命 能夠一直的存活下去 阿們 感謝主 那剛剛就提到說 這個人沒有犯罪之前跟沒有犯罪之後 所吃的這個食物是有一個明顯的不同 那剛剛提到亞伯 那一路一直到這個洪水之後 剛剛提到這個挪亞 這個聖經上的記載就不一樣了 那你就明顯的提到說 神就把地上的走獸賜給人做食物 那在那裡聖經就是非常明言 非常確定的提到這件事情 那所以給人看見就是說 事實上今天若是我們在地上的生命 要有一個合適的一個維持 人是不能光吃素的 照著聖經的真理來看 我們是需要 就是婚素兩種都需要吃 那所以第二點那裡就講到說 在提摩太前書那裡 保羅告訴我們說 將來會有這個鬼魔的道理出來 他們禁止嫁娶也禁戒吃婚 那很著名的這個聖經的一個學者潘湯 他就解釋了為什麼這個 到末世的時候人要禁戒嫁娶跟禁戒吃婚 這裡就講到說他們是為了什麼 發展這個魂的能力 這個今天有許多這個 特別是中國人這個修道 他第一個就強調就是說你必須是同生 第二個他就是怎麼樣 你必須要吃素 那其實這個吃素跟吃婚這兩件事情 有的人他講說這個我們不應該殺生等等 那其實嚴格來講你說植物它是不是生命 植物也是生命 你不能說你吃素你就是不是殺生 其實這個是有點矛盾的 那事實上這個魔鬼他在這裡所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他就是要人覺得說你不需要救贖 你就可以活在這個地上 這個是這件事情他背後的一個含義是這樣子 倒不是說食物本身真的有什麼不一樣 也許你會講說照著這個科學的眼光 然後你去分析說這個植物的蛋白質 動物的蛋白質哪一個比較好 你應該怎麼樣搭配等等 其實這個他重點並不是在這一個上面 他的重點還是說這個撒旦他在那裡 就是叫人覺得說今天你沒有這個救贖 你是可以活在這個地上的 所以他背後隱藏的就是叫人不要神的救贖 那這個是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清楚的看見的 然後我們來看